郑州一旦被直辖 这三座城市 谁有可能成为河南新省会 开封 是中国中原城市群 核心区的中心城市之一 文化旅游城市 总面积6266平方千米 截至2018年 全市下辖五个区、四个县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 开封市常住人口482.4万人 开封地处中国华中地区 河南东部、中原腹地 黄河之冰、西与郑州毗邻 开封自贸区是中国河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之一 中国第一大地方聚种 预据发源于此 开封拥有国家5A 4A级旅游景区8家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 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 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 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客 2021年开封市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2557.0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2% 洛阳 总面积15230平方千米 位于河南省西部 横跨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 洛阳市有5000多年文明史 4000多年城市史以及1500多年建都史 洛阳市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也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 历史上先后有13个王朝 选择在洛阳建都 洛阳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园林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等荣誉 2019年末 洛阳总人口717.02万人 常住人口692.22万人 截至2021年3月 洛阳下辖7个县7个区 截至2020年末 洛阳市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5128.4亿元 比上年增长3.0% 交作是中国中原城市群 和玉境交界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截至2018年 全市下辖4个区4个县 代管2个县级市 总面积4071平方公里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 交作市常住人口352.11万人 交作地处中国华中地区 河南西北部 北伊太行山 是全国著名的百年煤城 和老工业基地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 和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交作是华夏民族 早期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 有培里港文化 养烧文化 和龙山文化遗址 是司马懿 韩玉 李商尹 等历史文化名人顾理 是中国太极拳发源地 拥有云台山 神农山 青天河等三个5A级景区 2020年 交作市GDP 总量完成2124亿元 河南2019移居城市排名 交作城市移居度居全省第二位 2020年11月20日 交作市荣获第六届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你觉得其中哪个城市 最有可能成为新省会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